所以從我阿公 我爸爸 現在輪到我 我還有小孩 怎麼辦 我不抽菸 我不喝酒 早睡早起 還做運動 我怎麼可能得罪 他之前人都好好的 怎麼會突然變成這樣 當醫師最大的困難的地方 是在眼前的病人 知道他生病的原因是什麼 卻找不到合適的方法 來治療他 基因的研究的進展 事實上是可以解決很多的 醫療不確定性的問題 透過基因的研究 可以解決我們在診斷治療 以及癒後的不確定性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改變 我們自己的基因 但是藉由科學家的無私投入的研究 一起往精準醫學的道路 努力邁進 我們推動這個生意大數據永續平台 其實是在幫台灣奠定 推動精準醫療的基石 其實就像我們捐血一樣 貢獻出我們的生意資料 資安無餘的情況下 其實可以幫助到個人還有產業 基因的圖譜 其實它需要非常大的電腦能量 從儲存到運用 更重要的一部分 能夠找出可能致病的基因 應用到臨床的診斷到預測 透過一個整合 把不同的科別基因定序的資料以外 都會在這一次的健康大數據裡面做呈現 那國務中心不論是資料的儲存 或是資料的運算 都可以協助 那我想也只有透過結合基因 環境因子以及生活習慣 才能真正達到我們的精準治療 跟精準診斷 我們期待未來結合各種生物數據 大幅增加診斷的正確性 我們未來會拯救更多的生命 不只是節省了昂貴醫療的花費 更重要的是我們把最恰當的治療 給最適合的病人而得到最好的結果 西手合作發揮台灣醫學和ICT的能量 用健康大數據實現2030精準健康科技願景 詞曲 ю馬醫學金 遠足聲 Tony